大家好 我是第十一組 組名叫格彩等我打不到 然後我們這組要做的是 Brainstoning Pro 然後我們的組員就是我是自公二甲的吳翔佑 然後陳冠宇 霧明兒然後還有三甲的林哲文 然後我們還有一位學姊 她今天去聽演講所以不會來 然後我們就是我們原本一開始 就是在發想的時候是 跟老師meeting的時候原本是想要 就是 就原本想說做calendar 然後可是後來覺得 就是後來因為一些原因是 後來改做現在這個主題 對然後概念 就是我們當時就是 這是她可以拿來幹嘛 然後製作的過程 還有遇到的困難點跟最後的目標 然後最一開始 我們來想要做就是一個 類似社群網站的calendar 後來跟老師討論的結果發現就是 因為Google的calendar 已經做得很完整 所以就是 比較難開始去創新它 後來之後跟徐傑討論 他說就是他們在設計公司 常會玩一個遊戲就是 把當時所想到的 一些點子 就是寫在一張便條紙上貼在牆上 然後大家就是貼一陣子之後 就是看一下上面的東西 然後看你會想出新的點子 就大概像這個樣子 就是把當時想到一些 什麼是一個名詞或一個動詞 或是一些想法全部 放在一個牆上 然後就大家再來做討論 然後我們後來就是大概就是 想做的像那個就是 Facebook什麼之類的就是 可以PO文 可以就是分享一些事情 然後可是我們最大的不同點 就是我們可以畫圖做塗鴉 然後把它拖就是 在就是牆上 就是貼在牆上 然後也可以把它刪除 這樣子 然後我們提供三個顏色 然後就看當時 然後再去做選擇 但 這是EHZ的概念圖 這道 老師助教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職工詞彈指揮 現在就換我來說 我們這一組專題在製作的時候 用到的一些工具 那我們用到的工具有 有 然後另外這個第二個 這個是 稍微講一下第二個這個軟體 應該有蠻多人沒看過 那它是那個 Morida基金會的下面的一個 那個 一個 Open Source的計畫 那它這個工具呢 它主要是 在 在編寫HTML時候的一個 編輯器 那它最大的特點就是 可以做到那個 索件技所得 所以在我們在做 我們的 網站開始 最大略的規劃的時候 我們用這個工具 其實 可以節省比較多的力氣 那 第三個Netbin的 IDE 它是我們在寫PHP的時候 的一個 一個 一個 編輯器 那最後這個LAMP 也是 老師是之前上課有講過的 它是 NINAS加APACH 加MySequel 然後加PHP 的一個 整合的品 就是 的伺服器 那最後 欸 再來第二個 我們要講一下那個 我們討論的平台 我們這一次呢 我們專題呢 我們 主研其實 花了蠻多時間在討論 我們就 用Facebook 我們有開了一個 職業社團來討論 那 另外呢 還要再講一下我們 我們 這一次製作的過程中呢 這個 程式碼 跟一些我們的圖片 還有我們的 想法的一些 流程度之類 我們都直接丟到抓巴斯上面 其實是非常方便的 那最後一定要 跟這兩個課程有關係 那我們來講一下 我們用到的技術 那大部分都是 老師上課有講過的 我們第一個 有用到HTML 還有File 它的 conference的部分 那第二個是 我們有用到 ZQuery 跟 ZQuery UI 來做一個 網頁的美化 最後就是 連接到後端的 PHP 跟 MySQL 部分 那接下來 一樣 是我來講一下 我們這一次整個 網站構想的 流程圖 那 一開始 看到最上面 最上面第一個部分 是我們有一個 我們登錄的頁面 有我們的Logo 然後 也可以給使用者做 那個 Sign Up 就申請帳號 然後也有那個 登錄的部分 那 接下來呢 就往下走 一個是 註冊帳號的部分 然後 另一個是那個 登錄的部分 然後 來看到第三排 那個編號第五那邊 那個Word 就是我們 最主要的 本體 那 那個Word下面 又有分幾個動作 可以 可以寫 寫下 你想 你想到的東西 然後 也可以用 然後再來用拖拉的方式 把它 貼到它的牆上 那 不過 最右邊那個 Utility的部分 因為 時間跟我們的技術的關係 我們 那一個 工具選擇 我們沒有做 好 那 看完圖 我們再來看一下 左邊的文字的部分 我們的 我們的 Brownstone 的話呢 我們一開始構想的時候 有下列之幾種功能 第一個語音討論 第二個便利結 移動及刪除 然後 第四個 投票跟第五個 手寫及匯圖 那我們有做到的部分呢 其實只有 第二個跟第五個 那 語音的部分 我們覺得這個難度真的滿高的 第三個我們有做到 我們可以用 滑鼠拖拉的方式來 來移動它 跟刪除它 那 那 那 投票的部分呢 感覺跟我們的主題 是有關係 但是 可以 可能 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沒有做 那接下來 接下來 接下來 下一位主人 下面 我們 下面 就是 可以做 特殊的呼叫 然後 就會 換成另外一個版面 就是 做的有點像 社群互動的功能 但是 實際上 我們還是以 就是 brainstorm這個 概念 的功能 去做做看 那我們在實作的時候 就困難 就遇到 就是 第一個登錄的版面 那 就是要用 PHP PHP 跟MySQL 那 拖曳跟移動 就是我們是用 JQuery UI 去做 但是呢 它其實 很多語法都很不熟 所以就是 慢慢刻慢慢試 然後一直 save refresh 在那邊去試 所以其實花了蠻久的時間 然後 變調子 固定 這些等等 都是一樣的問題 那 我現在就 好 我們現在開起來 Demo 給你們看 這 這 先跳 你啊 負責 這個 Conti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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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 點 那我看 在那邊 卡通信 卡通信 你按到 他的卡通信 他就卡通信 嗯 好 這樣就進來 我們的登錄畫面 那 我先 直接登錄一下 那 登錄成功 之後就會進入到我們主要的畫面圖 那主要畫面就是這邊有個便利貼 那我們可以在上面做就是繪畫的功能 那這邊可以選擇他的色質顏色 然後這邊有個垃圾桶明點就是刪除的功能 那 你畫完之後 你就會產生一個圖 然後你就會在某個地方發現他其實可以拖拉 拖拉之後就可以放 放到白板上之後你還可以去選擇他的位置 然後 多拿幾個 好 多拿幾個 就是很 就是便利貼的概念 就是我們可以在上面寫一些很即時性的 很即時性的問題 然後 就是 也符合梅老師講的 嗯 新增刪除查詢修改 不過這個是還蠻需要練習的 因為他我們不是用手寫板 所以 就不是特別好寫這樣 那我們看到其實 我們在顏色的設定的時候 其實就有遇到很多困難 讓轉化顏色 你要讓 呈現在板子上面的顏色 也要同樣是原本的那個色塊的話 就需要蠻大的力氣 好 好 現在都是 新增的功能 然後 貼白板 然後 如果你需要做 刪除的功能 欸 寫不住 如果你需要做刪除的功能 就是可能你發現你寫錯了 因為 其實我們不需要做修改工作 因為這不符合便利貼的 便利貼的功能 所以我們如果發現我們寫錯 我們就不要這個便利貼的 就把它刪掉 就好了 好 那 欸 這就是我們的 網站 然後 欸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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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我們目標就是要做到像社群網站那樣 那我們 就不像一般的鋪浪那些 Facebook那些一樣 那我們就是 以便利貼為主的社群網站 那這就是我們的目標 那我們的報告到這邊 有什麼問題嗎 那 各位同學對他們設置了八倍 幫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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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